我简单的说Power BI这套软体你一定要知道的十个字 所以你看像我就在这个搜寻引擎 好 比如说我先到Google好了 然后我就输入Power BI 其实Power BI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十个字 就是它是一套资料视觉化 就是它是一个视觉化的软体 再来这个视觉化软体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互动式报表 那既然它是互动式报表的话 你就要知道它之间 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统计图表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视觉化 视觉化像这边就看到这边有三个 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视觉化 那这么多视觉化 它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去做联动 联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点了这张图表里面的某一格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筛选器 然后另外一个视觉化图表就马上跟着改变 好 这就是这套软体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所以你只要知道说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视觉化 就是画这些图 那画这些图是不是大家都会 可是 什么时机 运用什么图 这就是它的重点 好 那因为 我们等一下打开Power BI 你会发现它这边了不起 只有提供三四十种 那个视觉化工具 这是不够的 所以它在网路上放了一千多种 但是如果你学过R 然后你会把R套用到Power BI 哇 那就千变万化了 毕竟R真的是画统计图的一个非常棒的工具 好 那接下来我们大概了解了这套软体 它的特色就是画视觉化 以及视觉化跟视觉化 也就是统计图表之间 它可以互动 所以接下来看一下这套软体如何下载 那你就输入Power BI下载 第一个 第一个这是广告 第一个下载Microsoft Power BI 好 那我想现在 现在大家基本上 基本上应该都是使用这个Power BI 好 然后这边直接点下载就好了 直接点这个下载 就可以去安装64位元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32位元作业系统的 Power BI软体 那你就点进阶下载 好 这是下载 那至于安装更简单了 就一路安装 我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就是说Power BI它需要更新 更新 它的做法是 它会自动帮你把之前的Power BI软体移除掉 再更新 再重新安装 所以 如果说你要做更新 那你就直接 等于说重新下载这个Power BI软体 就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个软体的安装 下载跟安装就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载就要做更新的 我们下载就要做更新的